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聊聊房子。 最近在咱们墙内,就是国内, 关于预售房啊,问题出的比较多, 问题也出的比较大。据说,皮带哥他那个公司 负债就相当于中国, 大半个中国所有城市的财政收入加起来的。 好像还有一个北大的教授说是, 把这个债务要平摊到14亿人的手上, 每个人呢,大约就是给这个公司捐出1400元人民币, 然后这个公司就能渡过难关, 就说,拯救民族企业。 所以呢,我也在这儿响应这个号召吧, 欢迎,就是说是没头脑的朋友们, 你就去捐助一下,因为 在我视频下面留言的,很多人都是没头脑嘛。 嗯,好了,我就不说那些没头脑, 我来说加拿大吧。 你说,加拿大是不是出过类似 就是咱们国内最近炒的比较热, 皮带哥公司那种情况呢, 爆雷呢,还也有,肯定是出货嘛。 要不然哪来那么多的制度呢? 那么,在加拿大买预售房, 跟在中国买预售房有哪些不一样呢? 我就根据我买预售房的若干次体验, 来给大家大概讲一下吧。 如果买二手房是没有这问题的, 交了钱,马上就有房子。 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在咱们原来那个国家, 为什么现在你买二手房,人家不给你贷款? 就算你买预售房, 就是买那个图纸上的房子,所谓的漆房。 而银行,你如果去买, 你说,有个二手房, 你要去贷款,不给你贷的, 不行。现在不用贷款, 房价,动辙就是一百万,两百万的。 别说一百万,两百万,就是我们兰州的房价稍微便宜一点, 不到一百万,六七十万吧。 那你也是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啊, 就是把全家里人,亲戚全部给榨干了, 也没那么多钱啊。 贷款是在所难免的。 大家用脑子想一想,为什么。 好了,关于二手房, 我们以后再慢慢再说,我们接着来说预售房吧。 如果在加拿大买预售房,很多人也主要是贷款的, 包括我在内, 我的两套住房,还有这个破面房,我都是贷款的。 在加拿大,你要贷款,其实跟国内也有很多的相同之处嘛, 它也要省你,就是省你的收入,省你的信用, 然后呢,省你未来的这个挣钱能力, 然后它才给你贷款。 而加拿大,你如果买预售房, 你贷款什么时候开始给银行付这个按揭款呢? 就是在房屋过户,你拿到钥匙,马上就住进去。 房子成为你的资产。 同时呢,你又拿这个资产抵押给了银行。 然后银行,才开始收它的那个叫房, 银行才开始给它放款,给开发商放款。 然后呢,开发商才拿到这个钱,这个房子呢, 同时就是你的,产权是你的。 然后呢,你又把这房子抵押给了银行,银行也有权利, 就是说,你把这房子不能随便卖。 卖的时候,必须针对银行的同意。 银行首先把钱给还清了。 如果说是你,就是在你生活住着, 这段时间里头,你没有偿还能力欠人家银行的钱不还, 银行呢,就拿你的房子去卖了。 因为你公证是公证了嘛。 你已经承诺了,如果说你不给人还钱, 或者是多长时间不还钱,人家就要收回这个房子。 人家卖着就要弥补自己的损失。 因为银行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那里头也是很多储货,或者投资者的钱。 就是,不能什么好事都让你一个人挣了。 要那样的话,银行也就不存在了。 另外,银行员工,包括放贷的那些人,他们还有晕金。 他们还要买房子,买车, 还要过好日子,还要到南美去旅游,那费费用哪来。 都是从咱们这些贷款的人, 申请贷款的时候一笔一笔付出去的, 那个钱里头出来的。 而在中国呢,就是我的几个亲戚, 我的几个侄子,侄女,他们买房的经历, 因为我自己在国内没有买过一个律售房。 买过律售房,可能也是很早以前的了吧。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 现在我记不清了就不说了。 就是我那些侄子,侄女们,他们买律售房的情况。 是什么呢?就是他们, 从银行批下的那一刻,房子还没有盖成的时候, 可能要等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十年,八年都有可能。 他们呢,就已经背上了债务, 就已经开始给银行付利息,付本金了。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那笔款子, 银行很可能就已经划拨给了开发商, 或者是开发商控制的哪个信托账户,咱也不清楚。 反正就是,作为一个消费者, 你买房子的人来说, 你在房子没有的时候,没有过户的时候, 你就已经开始给人家支付利息了。 这就是,就是这么个情况。 另外,国内不是说是人家房子弄成什么烂尾楼, 那些储货们,就是等于原来那个, 付出去的那个首付啊,就要不回来了。 同时呢,你还要给银行不停地要供那个供款, 就是位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而加拿大它怎么样避免这些情况的呢? 基本上就是通过两个策略嘛, 这方面其实应该让安妮来讲, 她讲的比较透彻一些, 我就是通过报纸啊,杂志啊, 平时聊天啊,了解的一些信息, 也许很多朋友不知道, 不管我说的是不是有瑕疵, 我就知道多少说多少吧。 首先,它有一个就是, 买房的时候有一种保险, 就是给你cover这种,当然有额度了, 不是无限的,你说你买一百万的房子, 你买了五十万的保险, 就给你赔五十万,大概这么个情况。 就是,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呢,就是关于首付。 首付,他们叫dump payment, 通常,就是付给开发商指定的那个律师, 或者是地产经纪,就是第三方吧, 贵到他们的信托账户上一直放着, 开发商呢,没有权利拿你的首付, 它自己去花去。 这就跟国内不太一样。 就是说,开发商它如果烂尾了, 或者是毁约了,它不愿意卖给你们了, 那怎么办? 那你就通过你的律师, 当然你要找律师了, 把那笔钱可以完整要回来。 当然,你也有一些成本会发生。 这个成本呢,包括就是你行政成本, 你找律师当中付出的律师费啊等等的。 还有就是击回成本,就是这房子涨价了, 但是你没买到这个房子。 然后,你同样拿这些首付呢, 你在别的开发商那儿, 你又买不到房子了。 这个损失是最大的了。 这呢,就是咱们加拿大买预售房, 叫pre-made,pre-sale,pre-sale, 买这个预售房的一些特点, 跟国内的不太一样。 我在这儿呢,也就不假惺惺的同情 那些买皮带哥, 他的那类房子的那些消费者呢, 那个其实也是他们的选择。 而这些消费者中,很多人呢, 可能还会在我的视频下面骂我, 说我污蔑或者唱衰。 你如果自己很强的话,能够唱衰吗? 有很多人说,纽约那不就是一个小破村落吗? 破破烂烂的,有什么好啊? 哪有我们的上海,深圳,那么大起啊? 但是呢,华尔街还是在纽约, 世界的金融中心还是在纽约, 它不会搬到深圳,不会搬到东莞, 不会搬到北京去的。 好,那今天关于这个 预售房, 中国跟加拿大的一些不同之处呢, 我就先聊到这儿吧。最后再声明一下, 我这是没有文案的,到哪儿都找不到文案, 我说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好了,谢谢朋友们,再见! 拜拜!